一周多以前,乌克兰国防部就已宣称,乌军成功夺取了罗伯基尼,其实当时俄军还控制着这座村庄的部分地区,随着近期俄军完全撤出该村,乌克兰与北约又再次宣布他们成功夺取罗伯基尼,并且丝毫不觉得这种多此一举的行为多少有点尴尬,因为站在北约和基辅当局的立场上,夏季反攻至今,乌军在阵亡六万多人的情况下, 终于抵达俄军第一道防线的前沿阵地,终于达到了阶段性进攻目标,西方媒体甚至一度将其称为俄乌战场出现的重大转折点,当然也因为三个多月来,乌军为这个村子付出了太多的惨痛代价,八月中下旬几乎每天阵亡一个营级单位,面对前赴后继的乌军步兵分队,俄军几乎杀倒堆势成山,血流成河,前沿阵地甚至出现因为乌军阵亡士兵在高位, 温夏暴晒,导致战场尸臭弥散在俄乌两军阵地的惨状,毫无疑问,围绕罗伯纪念聪的攻坚战和阵地战消耗,可能是最近四十年来欧洲最学新的时刻,面对乌军不计成本,不计代价,不考虑后果的猛冲猛打,疯狂突进,俄军不得不选择战术性撤退,那么俄军 为什么主动放弃阵地呢?按照俄方扎波罗勒州临时负责人巴利茨基的说法,俄军是出于战术原因考虑,主动放弃的罗伯纪念,他的原话是因为在没有办法挖掘的情况下,我们只能待在光秃秃的地面上,这样意义不大,因此俄罗斯军队退到了山上。 实际上巴利茨基这话也有问题,因为几天前还有确切消息证明,罗伯纪念最南部的五六栋建筑在俄军手里,为什么几天功夫就只能待在光秃秃的地面上? 不难推测,有可能是俄军不愿意与乌军进行毫无意义的进展消耗,也可能是乌军炮兵抵近开火,彻底诈平了俄军赖以藏身的建筑物烟体,俄军才不得不完全撤离。 总体上来说,罗伯纪念是俄军第一主防线前沿,最后一个有分量的缓冲区,乌军拿下这里后,下一步就要强攻俄军真正的防线了。 乌克兰高层也坦言,承认乌军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才能前进,不过乌方可能说的还是太轻松了,因为按照俄军花了半年多时间修主防线的强度,按照俄军拥有的火力和兵力优势,如果乌军不能拿出点什么看家本领, 例如北约援助的F-16战机和更多的巡航导弹,那接下来的仗应该会比罗伯纪念更难打更血腥。 而且乌军为了拿下罗伯纪念,已经耗光了所有预备队,在新的征召兵形成战斗力前,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手里几乎无兵可用,除了没兵可用,乌克兰还应该担心罗伪纪念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派特克哈特。 这个距离卡缅西克七公里多一点的小村子,也曾是俄乌权力争夺的关键地域。 虽然乌军成功拿下了派特克哈特,但在俄罗斯空天军和炮兵的监视下,任何进出村子的乌军都受到俄军炮弹的夹道欢迎。 最终在付出惨重代价后,乌军被迫放弃了这一方向的攻势,只留下几支部队监视俄军动向,把第七十一列兵旅等大部分主力都调到了罗伯纪念。 此前一些观点还担心,罗伯纪念会不会是第二个巴赫木特,如今看来这个估计还是太乐观了。 当时在巴赫木特,至少俄军还出动了瓦格纳,与乌军近距离展开拉锯战。 乌克兰流血的同时,俄罗斯也在流血。 现在俄军却不再打算再用人命与乌军消耗,而是以罗伯纪念本身为诱饵,吸引乌克兰把最后一点预备对,投入这个小村庄。 如果一定要说乌军攻克罗伯纪念有什么实际意义,多少也有些。 第一是拿下罗村后,就可以专心攻打维尔伯维了,毕竟这里也是俄军重点射防的区域。 如果能打下来,与罗伯纪念互为计较,确实可以对俄军防线造成不小的威胁。 另一个价值就是可以对托克马克造成远程威胁。 两地直线距离不过23公里上下,乌军若是看冒险,可以把大口径重炮和火箭炮,部署在罗伯纪念的高地上。 若是以后托克马克频繁遭到炮击,那俄军后勤中枢的功能恐怕就保不住了。 眼看秋冬季马上就要到来,乌克兰的时间不多了,一切能对俄军造成打击的机会,他们都不会放过。 所以托克马克大概率会在几天内遭到大规模炮击。 不久前网上出现了乌军自行榴弹炮被击毁的视频,显示地点在扎波罗热,那有可能是准备去前去炮击托克马克的。 毕竟乌军手里的履带是自行榴弹炮就那么多,好钢的用在刀刃上。 实际上战争打到这个份上,也没什么技巧和计谋可言了,剩下的只有短兵相接和刀刀间线。 乌军目前还有一定的进攻能力,俄军最近的士气也有一定下降。 所以9月底前乌军应该还会取得部分进展,例如攻克星普罗克皮肤卡或者维尔波维。 但最大的问题是,乌克兰有没有搞明白俄罗斯想用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? 这个目的很简单,就是让乌克兰所有轻壮男性都消耗在战场上,让北约把用来对付俄罗斯的资源都消耗在这个无底洞里,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。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 即使战争结束,乌克兰很长时间里也不再是一个对俄罗斯有任何威胁的国家。 那战后西方不会对乌克兰进行重建吗? 届时乌克兰都对俄罗斯没有威胁,没用了,西方还会在乎乌克兰吗? 目前布林肯已抵达基辅进行正式访问,计划停留两天。 为何说布林肯此行是突访,而不是访问? 很简单,布林肯是偷偷去的,保密措施做到位,先前不公开的,或是因为战争吃紧。 一不小心泄露行程,被哪个不长眼的导弹,打下来就见上帝了,于是选择了突访的形式。 要知道上次布林肯突访乌克兰是去年9月8日,那时候还带了28亿美元的军援去,而这次布林肯只带了10亿美元军援。 按照规律来看,布林肯从来就不会干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事情,也就是说布林肯此行又要搞事情了,当然是乌克兰筹划已久的反攻,近期俄乌军事紧张局势不断升级,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担忧。 而在美国策划下,乌克兰筹划很久的反攻俄罗斯,一直就没什么进展,老美一看,不争气的乌克兰怎么还没动静? 心想这不行,搞得我心态都快崩掉了,得赶紧采取措施,否则老脸就快挂不住了。 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国务院官员也明确称,此次突访乌克兰的主要目的是,了解和评估眼下乌克兰反攻的进展情况,讨论未来的援助和重建工作,包括冬季之前加强乌克兰能源安全所需的措施。 同时也顺便老调重谈,称最重要的是表达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一的支持。 俄罗斯一看美国派布林肯去乌克兰打鸡血,还送军援,那是十分的不满。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,美国将继续不惜任何代价地保持,乌克兰处于直到最后一名乌克兰人的战争状态。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,乌克兰战争一开始就是美国在背后挑起的,而乌克兰心心念念要加入的北约集团,美国的回应就是不能加入。 此外布林肯此行还将为乌克兰新国防部长撑腰,乌克兰人真的很悲哀,一个国家各种国有资产被卖给美国,毫无尊严和自助可言。 乌克兰士兵也很可悲,当下连国防部长也换成美国的人,整个国家只为美国人服务,而不是为乌克兰人民而战,针对得起令士兵们的一次次冲锋陷阵。 更可悲的是,可以预测等布林肯回美国后,这场俄乌战争有美国的平油弹,极数炸弹等支援,无论是俄罗斯士兵,乌克兰士兵及民众都难免遭遇一场浩劫。 只能说甘当美国棋子的,这就是悲惨下场,自求多福了。